進協委員你要去打高端 這是你的選擇 對 就是讓人家只有選擇 不要說你打高端 你就不能出國 沒有沒有 當然會影響 當然還是會影響 我覺得這種東西 不能粉飾太平 因為我們都知道 前幾天 前幾天就是發生 一個就是霹靂舞的一個選手 他要到波蘭去比賽 那因為他很年輕 他沒有疫苗可以打 所以他只可以去打高端 那是最容易打到 可是他發現他打了高端 但他到波蘭的話 那他的這個必須要去隔離10天 那如果他今天打的是 比如說打BNT 打莫德納 或打AZ 他就可以不要隔離那麼久 他不是不能到波蘭去 可是對於一個 帶一路不同 對 沒有錯 對於一個 要去參賽的選手來講 你認為這有沒有影響 當然有影響 他的時間成本 他的金錢成本 當然會有影響 所以後來呢 他就是拜託體育所 我能不能幫他的忙 所以我要講就是說 蔡英文跟賴清德 你們要去打兩際高端 我說這都是你的選擇 可是當政府在一味的 去行銷高端的時候 你也必須去解決這個問題啊 因為包含這個高嘉瑜委員 不是在立法院講說 他說我打到高端 他說我擔心 我不能去美國 結果陳時中跟他講什麼 他說哎呀 世界不是只有美國啊 他也覺得這到底是什麼插話 好了 美國雖然因為美國 他已經宣布 十一月份 十一月開始 你現在當然可以去啊 你趁十一月之前 你趕快去 但十一月開始 他有一個就是說 你必須要有完整的疫苗接種 那這起碼是良劑 而且是他認可的 那至於他認可 哪幾種的疫苗 那我們目前還在等待 可是事實上 我們現在看起來 沒有高端嘛 要高端的可能性也不高 好那世界不是只有美國 就沒想到 日本馬上又宣布 日本也告訴你 說你到日本去呢 打那三種疫苗 就是莫德納 BNT跟AZ 你可以呢 減少你的隔離時間 當然也不是你不能去 大家都知道嘛 時間就是金錢嘛 那個時間成本 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當你打高端 跟其他疫苗的時候 你要到日本 有沒有差別 當然有差別啊 所以也就是說 你政府在一味的 護航高端 行銷高端 蔡英文賴清德 都打高端 OK 然後陳志祥說 我的家人也都打高端 這是你們選擇 可是有很多 我剛剛講 譬如說那個霹靂舞選手 他要出國比賽 那他沒有疫苗可以選的時候 他有沒有受到影響 這一點你必須去正視嘛 不要告訴我們粉絲 泰皮說沒有關係 都可以出去 不對的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 YouTube頻道 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有幾個 有幾個 來 我去看